请下面咱们看看昨天晚上 ABC第337场的第2体 Extended ABC 请A是值包含A 你看所有的四伏 然后B是值包含B C是所有的四伏都是C 然后这边那个他要求暗顺序 ABC暗顺序组成 组成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 C肯定是在B的后面 然后B子要在A的后面 那ABC具体有多少个无所谓 然后这边 那个 A四伏酸里面包含 空师傅B类四伏酸里面也包含空师傅C类四伏酸里面也包含空师傅 那空的 那他这边咱们看input 他这边给了一个是吧 就S 那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最终的结果里面可以只有AC AC也是 或者AAC对吧 这一类也是yes 那咱们这边 直接写下代码 这个直接判断他的顺序对吧 然后这边是 然后4 那个I等一 I小于 为什么从一开始呢 因为要跟他的 前一个比较对吧 if AI 因为是B的ASK 大于A C的ASK 大于B 是吧 只要他小于AI行义大于等于是可以的 那这边 就直接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 No还是什么的 他是这里 No是吧 然后呢 然后直接 就 旅选0对吧 那如果一直都可以的话 那就输出yes在这里 那咱们 测一下 这个他说 A是吧 咱们这里用的s 那A肯定不对 请现在看一看 第1个样例 第1个样例答案是 yes对吧 那现在咱们看一下 第2个样例是什么呢 第2个样例 他 他不是按顺序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No 咱们的结果是No 那第3个样例呢 第3个样例比较特殊 11个四伏 这个也是 yes对吧 请咱们看 11个yes的话 这个lan就等于1 那这个一次都不会循环 会直接输出 yes对吧 那这道题 就是 把四伏算每局一变 比较两个的as 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了 请这道题 咱们就 讨论到这里